颱風遠離花蓮昏花業者 趁著天氣好海上平穩的時候 帶著遊客出海賞金 而遊樂園裡頭也擠滿了人潮 海上平穩天氣晴朗 遊客排隊上船出發去賞金 穿戴好救生衣就能出發 颱風警報一解除 週六花蓮港六家賞金業者恢復營業 估計能帶一千兩百人出海 體驗海洋之美 好玩好 那在海上有沒有看到什麼海豚 或者是那個 沒有 今天可能還多的關係 今天的五個班次是全滿的狀況 也差不多就是五百個人 是出海去賞金 花蓮觀光動起來 海洋公園人氣同樣不受影響 剛開園就吸引滿滿人潮 雖然週五發生纜車暫停事故 不過排隊人潮 人就把入口擠得水洩不通 在昨天下午三點之後 都已經是正常的開放 那今天早上開園之前 我們也再次做檢查 所以基本上都是正常開放的 業者也表示 樂園設施一切正常運作 預估能吸引至少三千五百位遊客到訪 之前花蓮受外圍環流影響 連日大雨 現在雨過天晴 業者全力衝刺 把握暑假商機 記者陳敬燕花蓮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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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